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有四十多年 为何进入这一行 我记得一放下书包 就去建工 就去做学徒 我学师的地方就要学五年 那五年的学习过程 就可以涉及到差不多 在整个珠宝制作过程里面的工序 我都可以接触得到 可以学得到 所以对现在 我在行内做到不同的角色 那时候也要很感谢师傅的教导 珠宝业是开心的行业 开心的事就是四周围跑 四周围开 是我们这个行业必要的 因为珠宝业不仅是香港 我们是卖在全世界 所以你在海外见到漂亮的珠宝 很多都是我们香港 由这么多年历史做到今天 因为我们有一件事好的 我们这个行业就不会发霉 只会越摆越矜贵 珠宝只有越来越贵 不会越来越便宜 工艺可不可以量产化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如果用工艺 就是人手做的 但是如何去工艺加科技 这个可以 很简单 我倒了一部分 或者我用机械出了一部分 然后用人手加工 加快速度 但是又有手工艺的味道 为什么有J Hub 的出现 J Hub 是用来 当新一代的珠宝业人士 或者他们入行的平台 是珠宝业的摇览 去制造一些要去发展珠宝业的东西 所以其实J Hub 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香港珠宝业持续发展中心 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设计 要想年轻人要怎样用 所以当时我找了一班年轻的公司 我跟他们说 这个地方将来不是我用的 是你们又接手了 是你们用的 所以麻烦你们想多想多些 你们想要的东西 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用来做什么的 疫情过后 我们已经一直不断去搞 很多不同的活动 包括一些课程 配合学校 有些学生直接上来 DIY 在做戒指 做手压 这里也都可以做到这些工作 但是我在想 这个地方除了给珠宝业 以外的行业 大家call over 行不行 如果其他的行业 大家可以共用 是帮到年轻人 我觉得是值得的 现在刚刚上了任 做JTTB的主席 我在这里就希望可以帮到年轻人 帮到学校 帮到业界 可以能够有一个互相沟通的平台 其实我看到VDC 职训局 他们的方向都是希望 训练一些年轻人的人才 未来在香港可以帮到各行各业 做到一定的能力 入到行 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 香港的年轻人我看到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可以有很灵活的思考 很有创意的想法 还有未来年轻人 新一代 要融入国家 走入大湾区发展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们的根底打得好 去到哪里都可以有得发展 更加可以留在香港 帮助香港去发光发展